端午节真的是为了纪念屈原吗? 如果你说侠义上讲,当然可以说是 你说不是啊,还有纪念屋子区啊 不管是谁,因为现在约定俗成的是他,那么就是他 是他也没关系,所以可以是他 屈原是忠臣 吴子虚是梁将 一定是那个时间了,也许前后有差 但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说纪念届子推的时候 你说是寒时节,到底还是清明节呢 差不多,就是前后一两天两三天 甚至还有说端午纪念届子推的 以及说什么曹娥呀 还有很多很多 明不见经传 因为现在人也不怎么看书了 本身就不知道什么是经了 而且还有很多是书上没有的人物 但历史上真的有过 曾经来过 他不枉此生 你说没人祭奠他 他就怎么千古留名 不留也没关系 人家默默无闻 一样在那边过得好好的 一样果位 层层地往上涨 我们借着这个端午纪 说说其他节日一起说 其实早现在人的专辑 我们讲过很多了 还有天的专辑 怎么是天呢 其实天更重要 天时 每一个节 都是过这个时间 一到就到了 人他是跟着天走 人是效法天的 通常来讲天最大 但是人也能感动天 惊天地气鬼神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但这时候的人和 你一定要是心 连心 那力量才能出来 才能天人感应 才能让天 为你吹清 派鬼神来帮你做些什么 真的是这样 你又说起神棍了 不管这个 我们端午都知道 过节嘛 任何一个节日 都是节 指的是什么呢 一般都是节气 或者说 自处于某 这个端午啊 最早 其实本来应该是 午时的午 就午马未央的午 那个午月 午日 都是午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 一阴声 一阴的就开始来了 你说天还很热 但是阴的 潜移默化 悄然而止 所以这个月叫 五读月 还有九读日 就缝了一些 天地的浪潜 聚合的一些日子 就尤其要注意 你说不是这个 12345的午 那也是为了方便老百姓 1月1日春节 2月2日龙台头 其实都不是 3月3日 4月4日 5日 一般都是 13579 这几个 阳处我们通常过这个节 一过节 大家热闹都来了 为了什么 这个时候 又变天了 所以大家做准备啊 一起抱团啊 这个其实本身就有十分的道理 其次才是我们纪念某一个人 那他已经不在了 纪念他干什么 又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啊 不管是纪人呢 是精神呢 他都比我们一般人做得好 你说我也可以 但是你没有 前任的经验 或者说你没到那个程度 你到时候不一定有他做得好 而且他是我们的祖先 我们要 以他为 还有就是赛龙中 实际上日上多下雨 比方